男孩只是在家看了眼动物世界 下一秒他就变成小猫来到原始森林 过着三天饿酒顿的生活 但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场兽人直播求胜比赛 比赛结束的前十名兽人也有着丰富的奖励 而许棉也因为精神力最弱被受关注 都等着看他怎么被怪物吃掉 此时三天没吃饭的许棉已经饿傻 不然旁边一声低吼传来 好像前方好像有野兽在打斗 许棉决定过去瞅瞅 说不定还能捡个漏吃点肉 他将身体藏到草丛后面向外瞅 中心空地出一头体型超大的老虎 正在和一条巨猛缠斗 许棉心里大喊 救命啊 现在动物都这么大了吗 只见这头猛兽张大嘴露出锐利的牙齿 紧紧咬住巨猛的七寸 巨猛顿时血肉外泛 许棉被吓得倒退一步 老虎耳朵动了动猛的一回头 朝发出声响的地方看去 老虎颇为悠闲地朝着草丛走来 许棉还在思考在这头猛兽眼皮底下逃跑的可能性 刚抬眼就看见嘴上沾血的巨大虎头 顿时吓得毛毛炸开 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里含着半包泪水 可怜兮兮地叫了一声 喵呜 老虎大哥 放过我吧 我不好吃的 没有多少肉 全身都是毛 老虎歪着头眼冷冷盯着许棉看了一屋 然后墨地转身兴致缺缺地走了 似乎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临走还发出一声轻喷像是不屑 危机解除 许棉继续鸡肠鹿鹿地向森林深处走着 整只小猫咪捏捏的 这饥饿的喵声 正感猫声无望前方传出一阵细微的声音 是兔子 小猫咪决定了 今天就吃红烧兔肉 捏手捏脚向前进 马上就要靠近兔子 顶吸名神 许棉猛地冲出去 结果还没碰到兔子猫 就见一道黑影利剑一样半路冲出 兔子转眼就没了 许棉被迫中途刹车来了的连滚地 后腿支着下半身圆滚滚的屁股半撅着 脑袋趴在地上 两眼瞪着前面的一颗小草 可怜猫猫 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挑苦命猫 我那么大一只兔子呢 调整好姿势往旁边看过去 一只比寻常大不少的苍蝇落在树枝上 居高临下地往这边看 脚爪锋利紧紧勾住刚才的兔子 眼里还有显而易见的隔音 小猫仰起头暴躁地吼了一声 喵喵喵 该死的破音 那是我的兔子 莫里斯看着地上冲他叫嚣的小猫乐 许棉嘴上不停还在那里骂骂咧咧 你哑巴吗 你不会说话吗 如果不是若有若无的精神力波动 莫里斯八成要以为这是原始动物 这么弱居然还来参加求生比赛 而且这是什么品种的猫 他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兽型爱 还怪可爱的 许棉只听见几声音叫 以为对方在嘲笑他 更气了 去死吧 你个强盗 呜呜他晚饭没了 许棉伤心欲绝 莫里斯看着下面情绪突然低落的小猫不明所 爱你哪个星球的 你叫什么名字啊 没本事还来参赛 小悠我跟你说话呢 莫里斯说着星际兽人通用语言 但许棉牙根听不懂 莫里斯瞅了眼小猫 又想起来自己脚上还抓着一只兔子 恍然大悟 自己抢了这只小可爱的晚餐了 另一边首都新原始求生比赛节目组办公档 导演 这里有情况 导演洛里问道 怎么了 现场出事故了 不是导演 这里好像有一个兽人 但是没找到他的参赛信息 而且他好像听不懂兽人语 也有可能不会说 屏幕里是小猫咪和苍蝇对峙的场面 这是谁家走丢的小孩啊 不是参赛选手不可能进来啊 小张推了推眼镜 要叫停比赛先把猫 不是 把人接出来吗 洛里眯了眯眼镜 突发事件而已 跟紧这个兽人 如果出现危险的话就可以及时救助 一旁的麻雀员工复合 你们不觉得他很可爱吗 我还没见过这种兽型 说不定能给比赛带来不不一样的节目 你们看刚才陆军团长就放过这只小猫咪了 另一边苍蝇沟通无果 松开爪子一脚把兔子踢了下去 一只破兔子 小爷我才不稀罕吃呢 赏你了 许眠看苍蝇一脸施舍地把兔子踹地上心中顺子 明明是这只傻鸟抢他的 不过形势比人强 有饭白不吃 许眠躲不到树下来到兔子旁边 跃跃欲试地伸出小爪爪 朝前叹了两下又缩了回来 抬头瞅了一眼树上的苍蝇 看他没什么反 随即快速叼起兔子转身离开 身后长长的尾巴竖成天线 莫里斯看了一眼天空云层很厚 可能要下雨 喂小废物 小爷我叫莫里斯 下次见 许眠没理会身后那只傻鸟 在附近的树底下找了个地方看着面前的兔子 他现在思考怎么才能生活 毕竟他不能生吃 但思考了很久还是不知道 所以决定生吃吧 巴基咬了一口 意外觉得生肉还蛮好吃的 和想象中的乳毛饮屑完全不同 随后就开始埋头大口吃起来 自从两天前他吃过兔肉 这两天又是啥也没吃 越向前野兽叫声明显多了起来 许眠猜测应该是快要进入中心区了 中心区可能会比较危险 不过这也意味着食物充足 他心血还能补到点小型动物吃 打定主意许眠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走了不知多久 前方豁然开朗出现了一片空地 左边靠近山崖的地方有个洞穴 洞口左前边放了一只鹿腿 看起来像是某只大型野兽吃剩的 许眠小心翼翼挪到洞口小脑袋往里伸了伸 洞部伸但很宽敞 有野兽住过的痕迹 但气味比较淡想来应该离开挺久 许眠没有任何心理服冲上去狼吞虎咽 吃饱喝足后许眠来回看着这个洞穴 洞穴靠山有天然的屏障 非常隐蔽 旁边还有几棵接了紫色果果的树 吃是不用愁了 不知道这片森林有多大 这几天还总下雨 目前来看还是先找个安稳的家比较重要 这个洞穴就很适合他 许眠想去附近找找水果什么的 盘算着如果原主人不回来的话 那他就把果子放到洞里 当自己的储备粮 如果回来了那他就当那些果子是饭费好 很快他就把果子运到洞穴里堆成一堆 忙活了好久正当许眠畅想未来 却突然一阵冷风刮过 一声明显的粗喘从身后传来 许眠身子僵住 好奇天性驱使许眠慢慢扭头 一只巨大的老虎正静静地站在他身后 近距离接触可以清晰地听到他呼吸的声音 洞穴主人回来了 还是个熟人 陆里面无表情地看着眼睛的小东西 作为全星级唯一一个拥有SS及精神力的兽人 他的精神力相当不稳定 平时不回家 天天待在军部演武场抱坐手底下的兵 部下苦不堪言 来到比赛场地的这几天陆里堪称顺风顺水 节目组还没发布任务 所以这几天只是单纯地在原始森林里生存 白天出去捕猎享受猎杀的快感 缓解一下精神暴动 洞口的这只鹿腿就是他吃剩的 不过也可能是鹿肉太补 这些天吃了不少 身体难免有些燥热 陆里突然起了逗弄的心思 走到许眠身后 看他还没反应心理责了一声 就这警惕性 还敢来参加比赛 半路就被原始动物吃了 老虎恶意地想 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兽人 长得还怪别致的 陆里勉强承认他长得还可以 看身前的老虎确实没有伤害他的意思 许眠决定实行避忌服 小猫咪边小声叫着边往旁边挪 用毛爪子从身后的果子堆里拨弄出一个果果 朝老虎那边推 看了一眼老虎对方没什么反应 继续推下一个 老虎垂眸看着眼前的可可果难得沉默 这是在干嘛 周围都是他的领地 他没记错的话 这是他洞穴旁边树上截的吧 这小东西拿着他的果子讨好的 陆里简直要气笑了 面前的老虎扯了一下嘴角 像是下一秒就要张嘴吃掉许眠 许眠壮着胆子冲老虎喵喵叫 老虎大哥对不起 把你的肉给吃了 这些当赔礼了 老虎一句没听懂 但不难猜 他嫌弃地嘀吼了一声 你不会说兽人语吗 变成兽形还真以为自己是原始动物 小猫咪见对方终于有点反应 自以为对方答应了 很开心地继续叫 那就这么定你 然后一脸镇定若无其事地经过老虎身边 迈步往洞口走 老虎眼睁睁看着猫咪颇为自然地朝外走 伸出一只前爪朝许眠拍过去 许眠被一巴掌拍倒在地彻底宣告装算失败 看被自己一巴掌拍倒的小猫咪 陆力狐一地瞅了眼自己没用多大力气的爪子 严重怀疑小东西在碰瓷 陆力对欺负未成年没兴趣 对着小猫咪威胁地吼了一声 让他快滚 随后他自顾自在洞穴深处找了个舒服的地方横窝 许眠见老虎放过自己捏手捏脚朝洞外走 外边阴沉沉的 他要赶紧找个地方过夜了 前脚刚迈出洞口 天空就突然下起暴雨 许眠整只猫呆住 出去肯定就被淋湿了 这雨好可怕 都像冒烟了 许眠蹲坐在地毛绒尾巴垫在屁股下 两只小爪爪并在一起 小小的身体全成一团 外边的毛发已经见到了雨水 许眠乌夜一声想往里磨一磨 又怕洞里的老虎真把他赶出去 就只能哆哆嗦嗦在洞口趴着 许眠慢慢睡着了 陆里看到小东西可怜兮兮趴在洞口 毫无波动 夜见深 睡梦中的小猫梦见自己被被毒蛇紧紧缠绕 吓得哼哼唧唧 老虎本听见传来小猫咪不舒服的声音 吵得很不耐烦地朝小猫那边望去 由于要不要直接一爪子拍死扔出去得了 直到这个时候老虎才仔细观察起许眠 眼前的小猫明显还没成年 也不知道家里人怎么想的把他丢来参赛 精神力还若有若无的 说话也一直说原始兽语 难不成这方面有残疾 稍微做了一番心理斗争 老虎最终还是起身 朝洞口的小猫咪走去 精准咬住小猫咪的后脖梗 把许眠叼了起来 许眠在睡梦中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 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充满战斗意识地蹬了蹬腿 嘴里还发出乌鲁鲁的声音 老虎看着睡着也不老实的小猫 努力忽视第一次叼猫的陌生感 朝他自己睡觉的地方一丢 自己重新躺在原来的地方睡觉 许眠刚才动了好久 无意识地向热源靠拢 扭扭身体就这样越来越近 最后整只小猫完全陷进老虎腹部的毛鲁 显腻眼已经完全埋在自己肚皮里的小猫 老虎第一次感觉哪里奇怪 但到底也没把许眠丢出去 第二天一早暴雨终于停了 许眠舒服地阴了一声 感觉这是自重生以来睡得最好的一觉 还没彻底清醒过来就努力伸长身体 露出指尖爪子做出抓握和释放的动作 下意识对着前面软糊糊的地方才能 老虎面无表情地看着身下作乱的小猫咪 这时许眠终于睁开了轻松的睡眼 大脑荡击了一瞬 自暴自弃一样 他现在只想装睡 压根不想面对自己睡着睡着跑到人家腹部的事实 但是郑主没给他这个机会 老虎的声音从脑袋上方飘过来 许眠机械式地抬头 一大一小两只猫科动物对视了片刻 许眠内心吐蜗鼠尖叫 啊啊 无措地喵了一声低下脑袋 紧张地舔舔嘴巴 感觉嘴里有毛毛 吐出来一看还是白毛毛 许眠心里生起一个不好的预感 看向刚才躺着的位置白毛毛蓬松后时 其中有一块地方的毛明显少了一个坑 自己还把人家毛咬脱了 老虎嗓子里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 不过陆立确实没有太生气 狂躁正让他多年睡不好觉 昨晚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 把小猫叼过来意外睡得不错 腹部里我只睡得喷香的小猫 居然也感染了它们 老虎深沉地想 自己这么多年睡不好觉 难道是因为需要有个暖床的 单身33年的老虎沉默了 许眠看老虎不出声鼓起勇气 对着老虎解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音量小到听不见 老虎看着没有生气的小东西 还是觉得昨天那只瞎忙活的小猫好一点 自己有那么可怕吗 陆立懒洋洋地思索片刻 你是谁家的小孩 许眠也不知道老虎冲他说什么 拿无辜的猫猫眼看向老虎一脸迷茫 老虎看他这副样子 更加坚定心中的想法 不会说兽人语言果然是残疾 陆立想了想昨晚自己睡得不错 不如暂时养着当个抱枕 反正这小东西看起来像是没人要的样子 军团长大人自己想通了 再看许眠的眼神就多了别样的意味 老虎从地上起来了 压低声音对着许眠熬了一声 起身就朝东外走去 许眠一脸猛 他不吃我吧 老虎在森林里转摇 心里想着要给新收的抱枕不给什么利物 小东西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一看就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许眠从老虎走后就一直愣在原地 心想老虎这是把洞穴让给他住了吗 呜呜他果然是吃好老虎 许眠走到昨天采摘的果子堆旁 随口吃了一个田下肚子 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出去找找食物 他这几天吃的为二两顿肉都是靠运气得来的 总不能天天吃果子 在经过一片灌木丛时 发现附近地面上有很多绿色藤蔓 很像红薯叶子 许眠用毛茸茸的爪子扒开土壤 什么都没有 不死心又往下继续挖 终于土坑里露出了红色的果实 正是红薯的一部分 许眠将红薯从土壤中完全拔出 嘴角翘起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不过大概是挖的时候太投入 爪子里都沾满了泥土脸上还有一些泥点 整只小猫看起来脏兮兮的 余光往下面的红薯丑 突然看见了一些疑似绿色的石头 许眠迟了一下朝着石头的地方挖 很快就出现了三块绿色的漂亮石头 像是某种矿石 散发着绿莹莹的光 一只野猪回到洞穴一看 一只猫影都没有 空空荡荡的 它看着自己费劲拖回来的野猪 本来想给小东西打一下牙记的 自己真是多此一举 人家根本就没想留下来 也是话都没说通 老虎没来由地生出一种被欺骗的愤怒 此时许眠带着一串红薯回到洞穴 还没到洞口就看见前方有一只半死不活的野猪 猫咪呆滞 怎么会有天降食物这种好事 只有可能是老虎补的猎物 那只老虎还没有走吗 这就意味着自己要离开了 小猫咪轻轻叹了口气 打算掉头找别的落脚处 老虎原本在洞穴里趴着生闷气 他第一次要养一个小东西 居然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然后就眼看着回来一个浑身是泥的不明物体 虎谋一咪 第一反应就是小东西被人打 谁敢欺负他的抱着 他要去杀了对方 接着才看见小猫咪嘴里咬着一串红薯 老虎无语 原来是出去找红薯吗 还把自己弄得这么迈谈 看着小猫咪高高翘起的尾巴 吃几个红薯还这么高兴 越发笃定了小猫咪没吃过好东西的观点 刚想矜持地待在洞里等小东西自己过来 就看见对方眼里的光抖然消失 尾巴低落地下垂掉头就要走 老虎忍不住了 几个大胯部就到了小猫咪身后 一回生二回熟地咬住了许棉的后伯格 许棉还没反应过来身体腾空而起 睁大眼睛叫都叫不出来 老虎叼着许棉往野猪那边去 到了目的地松开嘴把许棉放在地上 吃吧 老虎用钱找拨了一下许棉示意让它去吃 许棉惊讶地看向老虎 这是给自己吃的吗 这让许棉更加坚信 它遇到了一只脾气好的老虎 满是泥泥的小脸对着老虎高兴地喵喵叫 然后冲上去咬了一口没咬动 使劲再咬一口还没咬动 回头瞅瞅老虎 闭双眼睛水汪汪的 野猪肉好吃 但是皮太厚 显然不是一只小奶猫能咬开的 老虎觉得自己养了个废物祖宗 吃饭都成问题 真不知道它怎么活到现在的 张开血盆大口 在野猪最好吃的里脊部位撕开一个大口 然后回头用眼神示意可以吃了 许棉冲上去大口大口撕咬 享受完野猪肉 许棉本来就埋态的猫脸加上血 更是惨不忍睹 老虎劫痞犯了 果断选择叼弃小猫咪往外边走 来到了一条小溪 直接把许棉扔到地上 眼神示意让它自己清洗干净 许棉俐落地落入溪流之中 溅起振振水花 舒服地洗完澡后 毛发看起来清清爽爽的 老虎看着眼前干干净净的小东西 闪过一抹满意 对着它嘀吼了一声 显然是让许棉跟紧自己 许棉巴布地跟着老虎 给自己肉吃 还带自己来洗澡 它真的好感动 积极地瞄了一声 癫癫地跑到老虎身侧 防守挺胸地跟着对方同行 刚洗完澡 许棉和老虎一起回到洞穴 来到自己昨天收集的果子堆里 青椒细选了一个长得好看 轻轻咬住往前一放 老虎看着似曾相识的场景 瞄了一眼乖乖蹲坐在地上的小东西 像是等着夸甲 老虎是个肉食动物 这些水果它平时都看不上 不过如果是抱枕孝敬自己的 那偶尔吃个水果也没什么 许棉将棵的低下头 啃完了一个可可果 许棉见老虎 把自己送的果子 吃掉了高兴的喵喵叫 喵屋 谢谢你带我洗澡 然后又恋恋不舍地看向洞穴外边 那里还有没来得及放进洞里的红薯 许棉很想要把它们拖进来 老虎察觉到了小东西的心思 用宽厚的尾巴阻挡了小猫咪的步伐 喵 许棉看着拿尾巴拦着自己的老虎 抬头从虎毛里看出了一丝嫌弃 可是他舍不得认爱 不用吃这个 吃肉更营养 小猫咪听不懂 不过看对方坚决不让他过去 还是选择听对方的 老虎往昨天晚上睡觉的地方走 慵懒地握下去 低声唤着让小猫咪过来 许棉看看老虎 喵乌一声扑向老虎的肚子 老老实实在白色的毛毛里躺着 老虎身体僵了一下 不太得尽地动了动 身下的许棉舒服地翻了几个身 很快就传来轻轻的小呼噜声 许棉再次睡醒已经日上三竿了 起身伸了个懒腰走到虎头面前 冲着同样刚睡醒的老虎打了个招呼 见对方没理自己 许棉张嘴舔一下爪子 然后用爪子从上到下地捯饬自己的脸 开始了新一天的清洁 老虎低头盯着小东西看了几秒 鬼使神拆得伸出宽厚的舌头 兜头对着地方就是一顿点 许棉整只猫猫都被舔得晕晕乎乎 神奇的感觉渗入全身 眼睛舒服地半眯起来 顺从地趴在地上任由老虎发灰 从喉咙里发出享受的叫声 顶级刷结束后 老虎带着许棉离开洞穴 今天是节目组发布任务的日子 参赛选手要去指定地点接受任务 两只猫往北走了很远 路上遇到了很多动物 这些动物看到老虎都吓着赶紧跑开 许棉由此更加肯定自己绑上了一条粗大腿 那他也要好好表现了 不能让老虎以为自己是吃白食的 小猫咪暗磋磋地想要找机会证明自己 这不是第一军团长大人吗 您还养小孩了 天空中传来一声音叫 许棉好奇地抬头望天 然后就看到了一只一场眼熟的傻鸟 莫里斯在两只猫前面的树上降落 扫了一眼陆立旁边的一小团 下一秒瞳孔放大 这不是那只小废物吗 难怪这个小废物赶来参加比赛 原来是有这么大的靠山 不过第一军团的军团长什么时候脾气这么好 还愿意带一只小猫 他上次在军校和陆立把招 他对自己都爱搭不理的 难道就因为自己是只苍蝇 而不是猫科动物吗 这万恶的种族裙带关系 树上的苍蝇脸上突然露出愤愤的表情 紧紧盯着树下狼狈围尖的两只猫 许棉心里吐槽 这只傻鸟还是一如既往的莫名其妙 不过被这充满怨念的小眼神 一直看着还是挺糊糊的 他撇撇耳朵不经意间往老虎身上靠了头 没想到这番动作落在老虎眼里 就是新手抱枕在自己眼皮底下被吓到 他抬头警告地注视着苍蝇 莫里斯被这眼神震住停顿了一下 嘴里重重哼了一声 拍拍翅膀飞走了 老虎继续带着许棉往前走半天 前面遇到的动物越来越多 他甚至看到了北极熊和北极狼 北极狼难道不是北极的品种吗 为什么会在森林里 那只毛发洁白的北极狼冲着老虎点下头 然后就优雅地走了 他竟然在一头狼身上看到了人的影子 但他没注意到 北极狼深邃的眼睛里划过一抹沉思 不久前他在路上遇见莫里斯 听到他四处宣扬露力带着个小孩打比赛 本来以为他闲着没事瞎造谣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能让脾气差到离谱的军团长带着小猫 没看出来陆立还有种族裙带意识呢 老虎带许棉来到目的地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兽人在场地上等着了 许棉又看见了那只傻鸟 对方还在偷偷摸摸往这边瞅 不只是他 好像在场所有动物都在往这边看 下午两点左右 所有的选手都在森林北边的巨大空地上汇聚 许棉瞪大眼睛 看着骑马好几千的动物 这些动物是怎么做到和平共处的 难不成这些动物在朝拜森林之神 时间到了 空地上所有兽人们的意识被连接到一个 由高级精神力网络支撑的共享空间 第一个任务的详细信息 原始求生第一阶段任务公布如下 本阶段任务唯为三千进一千赛制 参赛选手需在原始森林里搜集节目组发放的能源石 能源石数量共计一千枚 能源石可转让可夺取 但不可销毁 搜寻时间为五天 时间一到 获得能源石的选手自动晋级 这些能源石不可被精神力感知 选手只能凭借原始手段寻找 违规者将自动视为淘汰 任务发布后 参赛选手们确认接受任务 只有许棉一脸茫然地看着那些刚才还好好的 现在突然四散而去的动物们 朝拜这么快就结束了 对老虎来说 寻找能源石不是什么难事 不是还可以抢 到时候抢两块就好了 现在当务之急是锻炼小东西的捕猎能力 并且给它补充营养 上下打量一下许棉的体型 决定还是先从野兔这种弱小猎物入手 带着许棉到森林深处 目标是那只正在觅食的野兔 老虎示意许棉去试试 许棉表示机会来了 抓兔子他可以 小猫咪缓缓接近野兔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犹如一道闪电般冲向野兔 前掌伸出 野兔反应迅速 一个剑步向前冲刺 然后一个兔兔回旋踢 踢到了许棉鼻子上 给许棉迎面一击 许棉用钱找捂着被打的鼻子眼泪汪汪 转身向老虎告状满是委屈的一位 老虎还是心软了一下 行吧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 不过不会捕猎的猎人是活不长的 还是要加紧锻炼得好 而且他的精神力总是若有若无的 看来节目结束后 有必要带他到军部详细检查一下 走上去甜甜小猫的脑袋 准备带他去吃晚饭 老虎看上的是一只野兔 许棉在一边学习老虎的捕猎技巧 老虎悄无声息地藏在草丛里 瞬间冲刺 野兔反应迅速想要躲开 然而老虎的速度更快 野兔在老虎的巨大力量下挣扎着 试图挣脱束缚 但无济于事 老虎满意地看着自己的猎物 回头换小猫咪过来吃饭 许棉颠颠跑过去 你可真烈 老虎看着小猫咪一脸钦佩的表情 面上不显山不漏水 内心不可抑制地骄傲 一只野兔而已大惊小怪 以后还有更好吃的猎物呢 他也很虚 许棉对着老虎叫一声往前小跑了几步 回头看着老虎想让他跟上来 老虎就当是饭后散步好 跟着小猫咪来到一处灌木丛 然后瞳孔放大 眼睁睁看着昨天刚洗干净的小猫咪奋力跑筒 不多时就看见了小东西嘴里咬着一块能源石 然后小东西又跳下去两次 又咬回来两块能源石 的确是节目组规定要找的能源石 老虎一时无言 虽然他不着急找几块破石头 但也没想到刚吃完饭就找到 这下也不用上抢别人的 许棉把能源石放到老虎面前刚要靠近 突然想起自己一身泥 就没往老虎身边贴 而是隔了一段距离站住 老虎看眼前的小东西还拒紧起来了一时无言 由于要不要夸夸他 再看小猫咪一身泥巴 结皮又犯了 还是先洗澡吧 老虎随后走到能源石前用嘴巴叼起来 尾巴碰了一下小猫咪带对方去洗澡 许棉看老虎咬住石头 整个身体都散发出一种愉悦的气息 隔天许棉早早起来 趁着老虎还在睡觉 小心翼翼地从温热的怀抱里钻出来 紧赶慢赶来到了洗澡的小河 他昨天就在里面看见有几条肥鱼 但是怕老虎等久了不耐烦就忍着没抓 为此小猫咪一直在暗暗计划今天的行动 他要在这里待一整天 直到他抓到鱼吃 许棉找好位置背过身 把厚厚的尾巴放进水里 任由尾巴上的绒毛顺着水波飘倒 可等了半天也没有鱼上钩 小猫咪非常难过 默默给自己打气继续耐心等待 很快尾巴上传来陌生的触感 许棉料想是有鱼上钩了 微微转头果然看见一只银丝的小鱼 在尾巴附近徘徊 压下内心的激动慢慢抬起爪子 尾巴保持不动冲刺般把爪子伸进水里 指尖成功勾住了鱼身 小猫咪看着到手的每位鱼忍不住直流口水 鱼再小也是肉 一会儿再给老虎抓一条大鱼 入口即化这鱼也太好吃了 舔舔嘴巴许棉专心致志地继续钓鱼 很快就钓到了第二条鱼 这条明显更大 突然耳边响起一阵稀疏声 用鱼光扫到半人高的草丛 有一抹白色一闪而过 警惕地看向那边 入眼全是绿色的草叶子刚才好像是幻觉 可能看错了吧 许棉美滋滋地叼着鱼鱼往回走 这条新鲜出炉的鱼没死透 还在不断地挣扎 老虎在洞里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场景 迎面过来的小猫像走军步似的 嘴里咬着一条大鱼 感觉全身都在用力 咬死不松口 任由冰凉的鱼尾啪啪拍在脸上 看样子力道还不轻 看着小东西上贡一样把鱼放到自己面前 林冰抽抽鼻子 显然是被鱼拍了一路的脸有些不舒服 探口气先不管鱼鱼 把许棉拢过来强迫症发作 开始给它舔脸 直到把脸上的毛毛舔平整了才作罢 视线一开准备品尝小东西带回来的大鱼 咔吧咔吧连鱼带骨头的咽下去 这牙扣真好 许棉实名羡慕 四天后老虎还没等许棉起床 洞穴就来了客人 一只鬼鬼祟祟的身影在洞穴外边探头探脑非常肯 外面的家伙对着洞穴里边轻声喊 路利你醒了吗 闭嘴 老虎烦不胜烦 他和小东西的美好清晨就这么被这头傻包子破坏了 外面的雪包大摇大摆地进到洞穴里 一进来就大大咧咧地问 路利你真养孩子了 老虎舔舔爪子 你听谁说的 就是莫里斯啊 他到处说你带孩子参加比赛 还说什么是你亲亲的 你居然真养啊 这是谁家孩子啊 我们军团长大人居然会带孩子了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 没事就滚 这不是节目组任务是找能源石吗 你知道的 我最近状态不太好 就没找 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多余的能源石 你要没有的话 我可以雇你给我抢一个吗 老虎看着不要脸的雪豹忍了忍不耐烦道 这里有三块能源石 还多出一块 不过不是我找到的 等人醒了你自己问去 雪豹闻眼眼睛睁大 真的假的 你居然还吃小孩的软饭 立马认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老虎凝视着他 你再说一句废话 就可以滚了 哎别别别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爱动态 这天气太热了 自己不行 那你还是早点退出去吧 免得浪费人力物力 路力啊路力 咱俩可一个战线的 你不要见死不救啊 雪豹音音的叫声 在洞里响起甚是凄惨 惊醒了在老虎肚皮底下 睡觉的雪豹 一声猫叫从老虎身下船来 两只大猫都安静了 由金斯寻声看去欲言幼稚 他说他在外边偷窥半天 连个小猫影子都没看见 结果是埋在路力肚皮底下睡觉 雪豹像是发现新大陆 路力你原来这么喜欢小孩子啊 老虎看雪豹打扰了小东西 睡觉真想掐死他 看对方脸色不对劲 雪豹反应极快 一个箭步冲向刚睡醒的小猫 雪豹刚睡醒出来 就直面一张冷酷的猫脸 顿时一阵猫叫 对着雪豹哈起 还没等雪豹做出什么实质性动作 老虎先一巴掌 把雪豹扇到一边 雪豹委屈巴巴地叫了一声 看那边的小猫恢复正常了 就又死皮赖脸地继续往那边凑 睁着双圆圆的大眼睛 可怜地看着雪豹 你好 可爱的小家伙 我是你叔的朋友 我叫尤金斯 从惊吓中缓过来 雪豹看着面前可怜兮兮的大猫 老虎看小猫没反应 脸为其难的解释 他精神力不稳定 好像说不了兽人语 说不了还是不会说 该不会听不懂吧 当然是不会说 陆里说到一半 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这小东西该不会是听不懂的 想起以前的种种迹象 他好像就是把自己 当作一只老虎来对待 洗澡也没有兽人之间的避嫌 这就说得通了 他也不怎么害怕自己 全心计兽人 有哪个敢让他舔毛的 尤金斯看老虎不说话 着急自己的禁忌大意 转而对着小猫音音叫 听说你有多余的能源石 能不能给我一块啊 等出去比赛 我给你更好的礼物 老虎看小东西 一脸茫然 难得好心做起了翻译 大脑袋蹭过去 让许棉往后面瞅 那里放着许棉 藏着的三颗宝贝石头 许棉大概懂了 面前雪豹的意思 他是想跟自己要石头 见老虎没什么反对意见 就挑剪了一颗 比较小的能源石 然后叼到雪豹面前 尤金斯可太高兴了 他可以晋级了音音音 想低头甜甜小猫 旁边的老虎看出了 他的一涂一巴掌 又给扇鞭上去了 雪豹起身对着 对着陆丽大喊大叫 我又不是想吃它 我这是来自长辈的问候 你怎么这么小气 老虎里都不理 自挖乱叫的雪豹 第五天中午 所有获得能源石的 选手自动竞技 节目组没有立刻通知 下个比赛场地 因此除了淘汰的选手 剩下的兽人们 还是维持着平时的状态 下一个任务地点 是西西亚雪山 节目组没有提前通知 而是在晚上 大多数选手都睡觉的时候 将选手转移到了雪山上 此时此刻老虎 看着突然变换的场景 还没来得及发脾气 就看见小猫咪动得动弹不多 连忙把雪眠团吧 团吧塞进腹部底下 用毛发把雪眠盖住 我只是待住了 不过还是毛毛好 雪豹用意味深长的眼神 看着两只猫在互动 露出一副 原来你是这样的 努力的表情 节目组用精神力链接 发布了第二阶段的任务 原始求生 第二阶段任务公固如下 本阶段任务 唯为一千进二百赛制 参赛选手 需在西西亚雪山里 搜集冰金花 冰金花数量 共计二百枚 冰金花不可转让夺取和销 节目组会实时播报 冰金花剩余数量 搜寻时间为三十天 时间一到 获得冰金花的选手自动竞技 本次比赛场地 可能有极端风雪天气发生 请参赛选手注意自身安全 这些冰金花不可被精神力感知 选手只能凭借原始手段寻找 违规者将自动视为淘汰 时长居然有三十天 比在森林里多了六倍 这就说明极端天气 可能会一定程度上 影响选手们的搜寻进度 而且这是雪山 有很多兽人的兽型 不适合在这里生存 加上天气原因 食物肯定也会紧缺 老虎和雪豹同时想到这几点 雪豹就赶紧对老虎表忠心 嘿嘿的笑 为了感谢小家伙帮我竞技 我们可以一起行动 到时候我们再一起竞技 老虎不为所动轻吃道 我还用你帮 雪豹看老虎油盐不尽灵光意识 军团长大人 当然不用我帮忙了 宁可是这节目 妥妥的战力之低 雪豹卖了的关子小声说 我这不是担心你的小孩吗 你知道这个场地 可比上个严峻多了 极端天气下 他这么小能离开你吗 那莫里斯到处宣扬你 带了个小孩 虽然你名声在外 但是万一有哪个不长眼的呢 老陆啊 你还信不过我吗 昨天要不是这小家伙 我还能进阶 虽然我不爱努力 但是不代表我没实力 你别忘了 这雪山可是我的主场 雪豹立马把自己 那身体长的大尾巴 往雪眠面前放 试图取得小家伙的欢心 没有一个猫科动物 能够拒绝自己的大尾巴 雪眠大着胆子伸出爪 拨摸了下 好软和 老虎吃醋的尾巴 在地面上拍了下 可以 不过你不许靠近他 除非我允许 雪豹心里负费 陆利这该死的占有欲 这么可爱的小猫咪 他也喜欢 凭什么他不能碰 雪豹在前面开路 雪眠就和老虎在后面跟着 一开始他还能自己走 到半山腰雪层越发后 半个身子都陷在雪里 老虎就把雪眠叼起来 继续稳步前进 三只猫缓缓地穿梭在 雪山的峭壁之间 终于在一个被封的山坡上 雪豹发现了一个理想的住处 就这里吧 这个地方最好 洞穴也够五六个人住 不过还需要稍微收拾一下 雪豹看着老虎话里话外 暗示需要干活 老虎表情淡淡 嗯那你快点收拾 雪豹眼睛放空 嘴巴动了动 最后还是妥协地回头开始干活 可恶谁让他有求余人呢 然后开始用爪子挖掘地面 雪眠看着雪豹在忙活 心里怪不好意思的 也想要去那边帮忙 老虎一个白尾把人扫了回来 不让他乱跑 雪豹也对着雪眠阴阴 表示他自己可以 经过雪豹的一番努力 一个宽敞而温暖的洞穴 呈现在眼前 老虎大摇大摆地 带着小猫咪入内观察 然后满意地选了右边的位置 刘金斯没有选择余地地 在洞穴左边平躺了一会 整只猫摊开成猫饼状 懒洋洋地对着老虎抱怨 陆立 我们什么时候去捕猎啊 我好饿 老虎看了眼还没吃饭的小东西 确实是该给小东西喂饭了 雪眠看两只大猫打算出去 却要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 立刻小跑到老虎大腿边上 老虎一脸严肃地拒绝了 你待在洞穴里 我们捕到食物就回来 雪眠虽然听不明白 但是也能猜到老虎说什么 小猫咪的耳朵向后撇 假装听不见老虎的大道理 抱着老虎的腿部松弛 雪豹眼珠子转了转在旁边洋装感叹 虽说这洞穴挺隐蔽的 但万一有什么野兽或者兽人也找来的话 还是挺危险的呢 老虎听着两面传来的音音声真是心泪 刘金斯说的有道理 放小东西一个人在洞里确实危险 最终还是同意了 三只猫猫一同出发寻找食物 男人只是看了眼动物世界 下一秒就穿进雪山变成小猫 过着三天饿九顿的生活 但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生存直播游戏 前世名的兽人可以获得丰富的奖励 而他也在雪山中碰到了两只大猫 并且两只大猫还对他争风吃醋 此时两只大猫一只小猫分工明确 老虎和雪豹负责捕猎野山羊 小猫咪可以自由发挥 听说雪山上有很多属兔 他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盯着前面不远处的属兔好久 对方没有发现他 雪眠看着属兔可爱的外形 真想养一只放在洞穴里 这样一生二 二生三 就有吃不完的属兔了 想着想着口水都滴在下巴上的石板上 雪眠决定了 他就要这只属兔 然后把他送给老虎吃 然后一次没抓到 两次还是没抓到 太受打击了雪眠生气了 他就不幸一天还抓不到一只 继续寻找目标 雪眠导成这小腿快速跑到远一点的地方 重新寻找猎物 终于看到几只属兔 岩石后面缓缓探出一颗猫猫头 就是现在 犹如离弦的箭矢瞬间冲向鼠兔 两只爪子使劲按住想要逃脱的鼠兔 用嘴咬住 嘴下的鼠兔不住的挣扎 雪眠毫不犹豫地用了一些力气 终于他捉到了人生中第一只小鼠兔 呜呜谢谢老虎在森林里对他的训练 他终于成功了 这边宣告胜利老虎和雪豹也快结束了 雪眠叼着战利品站在不远处看他们不练 心中感叹 雪豹正惊的时候还是挺厉害的 此刻两只大猫正一动不盯着一群野山羊 那群野山羊大部分都在低头觅食 很快雪豹就发动攻击 几下就把山羊撂倒在地 而老虎也瞬间对着一只体型很大的山羊下手 闭口风喉干净利落 雪眠看着这边结束 就赶紧昂首挺胸地叼着小鼠兔快步跑过来 走到老虎面前 得意洋洋地对老虎展示 身后的尾巴不自觉地翘得高高的 显然在等待老虎的夸奖 老虎当即毫不吝啬地表示赞赏 使劲舔下小猫头 旁边的雪豹看到他们之间的互动不甘寂寞 把自己捕到的野山羊往雪眠面前一扔 也仿照雪眠的神态向雪眠炫耀 雪眠心里一塞 地上的野山羊架着好多小鼠兔 这么一对比 它的小鼠兔小得肯 看小猫咪一脸受到打击 得意肉眼可见的消失 老虎缓步上前去阻挡视线 用后腿把山羊踢一边 对着小猫咪脑袋上一阵铁安慰她 雪豹在后边看呆了 她就是想给小猫咪展示一下她的实力 为什么好像是她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雪眠在老虎的安慰里重新振作 毕竟她还小了 她长大了以后就可以捕猎大型动物了 现在的她就适合捕猎小型动物 雪眠相信有一天 她也可以成为像老虎一样的顶级猎士者 到时候她还要邀请对方到她的领地游玩 整理好情绪 看雪豹在那边散发着怨念气息 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 叼着鼠兔走过去试图安慰她 雪豹看着小猫咪要过来 还以为她要把口中的兔子送给自己 快乐地冲过去张嘴就要接过兔子 许眠惊住了 立刻掉头跑回老虎的旁边 把鼠兔放在老虎面前 虽然雪豹给他们找到了住处 但第一只兔子还是要给老虎的 雪豹现在勉强排在第二位吧 老虎看了看小鼠兔的大小 一口还不够塞牙缝 不过还是很给面子的全都吃掉 毕竟是小家伙辛苦捉的 适当的鼓励有益于未成年身心健康 双方都很高兴 除了身后的油金丝 此时老虎和雪豹突然在脑海中 听到节目组的精神链接播报 冰金花剩余数量187 雪豹对着老虎道 这么快就有人找到了 老虎冷淡地回了一下雪豹 还在给不知所觉的许眠撕扯肉条 雪豹看陆立毫不在意 她自己也继续放心吃了 天塌下来还有陆立炕着呢 而她是可怕的雪山之王 不必担忧这些 三只猫都吃饱后回到洞穴里 雪眠努力给老虎舔毛清洁 一旁的雪豹看乐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养了个小媳妇呢 老虎瞟她一眼显然不想搭理 雪豹挣了正脸色和老虎商量 老陆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明天出去找那什么花呀 老虎想了会儿 明天开始找 不过应该会有许多选手组队 尽量避开 雪豹张大嘴巴 你还怕他们 他们组个团也打不过你吧 老虎悠悠看了她一眼 我来这里是修身养性的 雪豹表面上一脸恍然大悟 背地里 黑旧她的沙神还羞身养性 狗都不信 次日三只猫一起去寻找冰金花 雪眠虽然不知道老虎和雪豹在找什么 但是跟着就没错了 她在雪地里艰难地走着 老虎回过神来 才发现小猫咪每一步都得使劲抬高筒 腹部的毛毛都有些湿了 前面的雪豹也疑惑地回头 只见老虎熟练地张开嘴巴雪眠叼起来 转头把雪眠放在了自己宽厚的背上 雪眠在虎背上调整好姿势四下一看 视野一下子宽阔 这就是老虎的视角了 老虎对着小东西叮嘱 坐好别掉下来 雪眠大概听懂了 其实她也有点不好意思 闹着要跟出来 结果还要让大老虎背着自己 老虎看着小东西听话满意地点点头 前面的尤金斯心想 露力真的有点不对劲吧 带别人家的小孩比赛 都能做到这份上 等等突然想到了什么 雪豹撞丝不经意地原地站着 等老虎走过来的时候 顶着一张深沉的暴帘缓慢的提问 露力 这该不会是你的孩子吧 刚问完就觉得不对 小猫咪兽型明显不是老虎 就凭露力这强大基因 怎么也不可能随母亲呢 难道 雪豹一脸不可置信 脑海里闪现了一个可能性 不过雪豹可没傻到和老虎当面说 老虎沉默地看着旁边突然冒傻气的雪豹 并让它滚 雪豹哥俩好的往老虎那儿撞了一下肩膀 你放心 我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谁让咱俩是朋友呢 老虎咧嘴冲他呲哑 雪豹快速咬着尾巴跑前面去了 边跑还边想着 爱可怜的露力 怪不得说自己单身了 这是放在他油金丝身上也难以七尺 不过可怜小猫咪了 不被亲爹承认身份 没关系 他还有一个好叔叔 许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雪豹突然对他更加热情了 这只热情的雪豹 在途中给自己抓来了一只小鸟 摘了两朵梅花 包括但不限于几块好看的奶白色石头 不过老虎就不这么想了 他眼里只看到一个突然撩骚未成年的丑恶大树 还是在他的背上 很多宝子问我星星虫猫在哪看 首先左下脚下在一个悟空浏览器 然后搜索星星虫猫 出来的第一个就是 全文免费已完结 对所有人都非常厌恶的军团老虎上讲 却对这只连话都不会说的小猫咪宠爱有加 就连他的损友雪豹都表示从来没有见过他这副样子 所以他怀疑雪豹是老虎的孩子 但殊不知老虎此刻在养自己的未来的老虎 而此时他们要去寻找雪金花 只有找到雪金花才能在这场求生游戏中进入下一屋 热情的雪豹也觉得小猫咪很可爱 在途中给他抓来了一只小鸟 找了几块好看的奶白色石头 看到这一幕的老虎醋坛子都打翻了 老虎狠狠地揍了一顿之后 雪豹终于顶着满脸委屈安静下来 冰金花剩余数量170 雪豹转头对老虎呜呜 这才两天吧 怎么有人这么快就找到了 运气也太好了吧 老虎语气淡淡 不知道 雪豹突然问老虎 对了 你小孩叫什么名字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 雪豹又开始叽叽哇哇 老虎这回是真说不出来话 因为他也不知道 眼里划过一抹暗盲嘴上还是说 你不需要知道 雪豹真是服了 继续往前走 雪地越发陡峭 走着走着老虎突然停下了脚步 威胁地对着前面的岩石低吼了一声 别激动 我只是路过 岩石后面走出来一只通体洁白的狼 正是之前在森林里偶遇的北极狼吐索 吐索对着老虎打招呼 又见面了 陆立旁边的雪豹毫不客气地对上去 哟你也进极了呀 北极狼像是才看见雪豹 原来尤金斯也在呀 陆立还愿意带着你呢 雪豹看着眼前嘴毒的狼 恨恨地咬着自己的大尾巴 谁让他打不过对方呢 这头狼真是妥妥的汤圆 外表斯文优雅 那里就是黑芝麻馅的 从军校载到毕业 他总是明里暗里针对他 图索看到这头狼雪豹憋屈的样子 尾巴尖愉悦地向上点了点 继续对着老虎说道 陆立我这次来 是来找你结盟的 陆地生物找冰金花确实有难度 你不是路过的吗 雪豹铁撇嘴表示不屑 老虎文言 你知道什么 也没什么 北极狼停了一下 就是想和你一起行动 最好在暴风雪之前找到冰金花 暴风雪 你怎么知道有暴风雪 你以为你是天气预报啊 雪豹对着陆立举牌子抗议 陆立 我们可不能让这个阴险小人和我们一起 尤金 我们怎么也算老同学了 你不至于这么诋毁我吧 北极狼对着气得直跳脚的雪豹道 起码第一关是我自己过的 你还是找陆立帮的忙吧 才不是呢 雪豹眼神躲躲闪闪眼见说不过他 扭头对老虎阴阴阴 陆立 他可不安好心横 北极狼继续和老虎聊天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几天后会有一场极端暴风雪 到时大雪封山 找食物都成问题 更别说找冰金花了 雪豹搭枪一脸得意 我和陆立早就猜到这种情况 还用你提醒 徒所没理会阴阳怪气的雪豹 反正我就是想和你一起行动 说着瞅了眼 趴在老虎背上的小猫咪 到时候我也可以帮你照看小孩了不是吗 雪豹看着有人要抢自己的工作立马极了 小猫咪当然是我来照顾 哪里轮得到你 说着被敢挑衅的雪豹就要冲上来咬他 老虎制住雪豹 歪着头看着北极狼眼神危险 我什么时候需要你们来帮我照顾我 北极狼退了一步 抱歉 我是真心想结盟 你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到时候大雪封山 最好还是两个人一起找食物 留一个人照顾小家伙好一些 雪豹看老虎有要答应的趋势 暗骂这个不知廉耻的的大尾巴狼 这家伙明显就是看出来 陆立很在乎小猫咪 无耻小贼 不等雪豹开口老虎先同意了 毕竟是自己决定要带着的小孩 而且精神力不稳定 在比赛结束之前 他当然要保证小东西的绝对安全 再说多一个下手也没什么损失 雪豹大眼睛里满是控诉 北极狼用友好的姿态 对着虎背上的雪眠打了个招呼 雪眠看着新加入的伙伴试探着回音 一旁的雪豹看不下去 用蹲视的身体挤到老虎和北极狼之间 身体一扭成功把北极狼挤开了 然后对着小猫咪嗷嗷叫 对北极狼的无耻示好行为表示委屈 雪眠心里说着 这雪豹好娇气哦 北极狼眼神按下去对老虎说道 我是从前面来的 一路都没看到冰金花 所以我们可以换条路 不必浪费精力 老虎同意了 壮大成员的队伍原路返回洞穴 明天再寻找冰金花 回到洞穴后 北极狼看老虎和许眠在右边休息 打算在左边躺下 雪豹气势汹汹地挡住 张大嘴巴就是一顿输出 这可是我找到的住处 也是我收拾干净的 要住就得交钱 一天一千万新币 是吗 图索不作思考 那我就比赛后一起给你吧 雪豹一下子掖住 一身力气仿佛打到了棉花上 不是 他怎么答应这么快 随后拿怀疑的眼神 瞅着这只爱耍阴谋诡计的狼 好吧 不过这个位置是我的 你不许睡这里 北极狼笑眯眯地在雪豹前面趴下休息了 刚赚了一笔巨款的油金丝 愣在原地 不可置信 不对啊 他说给就给 不会赖账吧 算了算了 自己就是这么一只好心的雪豹 不跟他计较了 随后也原地趴下休息 已经闭眼的北极狼 重新睁开绿莹莹的眼睛 看了一眼团成一大团的雪豹 睡梦中的雪豹突然打了个机灵 许眠今早刚睡醒时就发现了一场 老虎的状态有点不对 从早上起就全身肌肉紧绷着 眼睛一片血红 许眠担心地上前蹭了蹭老虎的脸颊 旁边的雪豹和北极狼也发现了一样 不过好像司空剑冠一样很是阵地 老虎没在看许眠 而是走到另外两只面前 许眠很快就知道是什么事了 雪豹被留下来陪着小猫 老虎和北极狼出去寻找冰金花 两人走后洞穴里就只剩下了两只猫猫 许眠有些担心大老虎 雪豹此时心想 这次精神力怎么又暴动 这个精神状态真的还健康吗 据他以往的经验 陆立精神力暴动期间 可他出去难免有被打的风险 所以他才把出去的机会 让给了图索那只心仰狼 开玩笑他可不想被揍 当然待在洞穴里和小家伙培养感情不好 趁着老虎不再没人能阻挡 他和小猫的感情升温 雪豹耐不住寂寞想法 设法想跟雪眠说话 雪豹凑上去 用银灰色的大眼睛对着小猫咪眨 喵哦 不用担心那家伙 命大着呢 看出来雪豹想安慰自己 不过雪眠还是很担心 他还从没见过老虎那个样子 雪豹抓耳挠腮 想着怎么才能让小猫打起精神 想到雪眠不会说受人语 就单纯的和雪眠玩起猫猫游戏 缓缓动起他那条粗壮而蓬松的尾巴 尾巴尖端轻轻触碰小猫咪的鼻子 雪眠惊讶地眨眨眼 然后用小鼻子去顶那尾巴 雪豹尾巴灵巧地躲避 引诱小猫咪跟随着他的动作来回移动 就像动猫棒一样 雪眠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时而蹦跳 时而蹲伏 全神贯注地追逐着雪豹的尾巴 哦 小孩子居然这么可爱 陆里内暴脾气是怎么能有这么可爱的小孩的 就这么和雪眠玩了一天 晚上天黑的时候 老虎和北极狼还没回来 雪眠紧张地在洞穴里转圈 他想出去找大老虎 雪豹就用大尾巴把雪眠轻柔地扫回来 不让他出去 雪豹没有像小猫咪一样担忧 精神力暴动而已都见怪不惯 老虎出去捕猎发泄一下就好了 这么晚没回来肯定就是没发泄完呗 有图索在旁边应该没什么大事 一会一股难闻的血腥味从洞外一进来 不是熟悉的气味 雪豹站起身迅速把小猫咪推到身后 警惕地向外看去 摆出进攻姿态 洞外的黑影许久未懂 可能是顾忌洞里的猛兽 只待了一会儿很快消失不见我 上将老虎只是对生活比赛 就在丛林捡到只可怜小猫 对所有人都非常厌恶的军团老虎上将 却对这只连话都不会说的小猫咪宠爱有加 就连他的损有雪豹都表示 从来没有见过他这副样子 求生游戏第二阶段第三天 徒索和陆立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 雪眠激动地上去迎接 刚走到老虎身侧就闻到一股血腥气 看到老虎腹部有一道一尺长的血口 伤口已经匀住 雪眠全身炸毛急的喵喵脚 大老虎你怎么了 雪豹也一脸震惊 陆立你这是怎么搞的 说着狐疑地看向身后的北极狼 明显是怀疑北极狼被刺的眼神 北极狼很是无语道 不是我 说完自顾自原地躺下休息 雪眠围着老虎打转想舔舔老虎的伤口 又怕伤口感染 老虎低头看着为自己担心着急的小东西 心里某个地方软了一下 我没事 很快就好了 这话不假 星际时代的兽人身体都很强健 而且陆立的伤口看着下来 其实伤得不深一两天就会痊愈 可是雪眠不知道 雪眠在这几天的相处里 早就把老虎当成最好的伙伴 两只猫猫每天晚上都会依偎在一起睡觉 甚至还产生了一点像家人一样的依赖心理 看老虎不为所动的样子 根本没把伤口当回事 雪眠听不懂对方讲话 还是很着急 她的心好大 外面下雪又找不到草药 而且她也不认识 小猫急得团团转 眼泪就要流下来了 老虎用大脑袋蹭蹭小猫 回到休息的地方横窝下去 雪眠围着老虎蹲坐 小猫咪瞪大了眼睛 眼神里充满了焦虑 小小的爪子不安地挠着地面 老虎用宽大的舌头舔了下猫猫头 喉咙里不住地发出呼噜呼噜声 安慰受惊的小猫咪 雪眠缓了好一会儿镇定下来后 开始用小小的舌头 给大老虎伤口周围舔猫 一番努力没白费 好不容易把打击的毛舔开 雪眠揣着小爪爪 坐在老虎前一脸不开心 这边一帽一虎还在静静对视 那边从一回来雪豹 和北极狼的单方面争吵就没停过 雪眠用余光看向旁边 不停嗷嗷叫的雪豹 直觉对方骂得挺脏 吐索也是真累了 阻止陆力乱杀参赛选手 就已经耗尽力气了 回来还得面对雪豹的暴风输出 随后耐心的对雪豹解释 陆力精神力暴动 正好碰上几个不长眼的兽人 要不是我来着 差点没灭了他们 谁这么不长眼 还敢惹陆力 还能是谁 第二军团的人呗 他们不是一向跟第一军团对着干嘛 不过今天确实有些奇怪 北极狼只在心里嘀咕没跟雪豹说出口 雪豹懒得听 想起刚才发生的是醋没倒 行吧 先不说这个了 你们回来之前 有一个兽人还是什么东西在洞口开火 不过被我给吓跑了 老虎听到立马问了 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你们回来之前两三个小时吧 你没看清是什么 雪豹摇摇头 没有 他在石头后面 又在阴暗处 我连身形都没看清就跑了 当时不是想着洞里还有小猫吗 就没出去追 不过他身上有很重的血腥味 比你身上的还重 但我看他行动好像没什么问题 也不像受伤的样子 而且他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老虎眼底躺过一道暗光 这件事先放放 今天晚上轮流直夜 注意点 一旁的北极狼搭话 那就我和尤金斯首页 你今天好好休息吧 明天也不要捕猎了 早点好起来才是 雪豹板着一张脸面上全是惊傲 对着安排首页的北极狼道 当然 用不着你说我也会首页 还想要和他争电 发现北极狼紧闭双眼 雪豹吐槽 他就会装睡 许棉睁的大眼睛一点也睡不着 一想到很多野生动物都是死于伤口感染 他的脸就皱巴巴的一夜无话 次日早晨老虎看向满脸困倦的小猫 想起昨天晚上对方一脸焦急的样子 眼里露出一丝暖意 被小东西关心的感觉还不赖 他重新垂下脑袋 想着昨天雪豹说的话 捕摩微眯 这世上可没那么巧的事 现在他就安心比赛好了 外面的事还有副官 雪豹仰着身子露出肚皮 四肢伸展开像一张肩饼摊在地上 北极狼被不明物体对立 冷静地睁开眼看着自己面前放大的毛角 整只脚还蛮可爱的 他幽幽地探向旁边一脸挑衅的雪豹 默默起身换了个位置躺下 雪豹又在唠叨 算你识相 这里都是本猫猫的地盘 雪豹跳起来屁颠屁颠地往老虎的方向走过去 陆立 我一会儿去捕练 你知道小家伙爱吃啥吗 老虎文言懒洋洋地说着 跳铃吧 躺在一边的北极狼这时候也凑过 我和他一起去 雪豹嫌弃地往旁边挪了挪脑袋转向另一边 我才不用 我自己就可以 你还是待在这里保护陆立 老虎扫他一眼轻飘飘说了句 我不需要 雪豹还要反驳北极狼却开口的 行了 昨天的黑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你一个人出去别回不来了 再说你补那只羊够谁吃的 雪豹尾巴不爽的白本 嘴里哼了声扭头就往洞穴外边走 北极狼也追溯去了 洞穴里只剩下老虎守着熟睡的雪眠 雪眠醒来已经日上三单了 清醒过来就仔细检查老虎腹部的伤口 昨天看着还血淋淋的伤口 一晚上竟然都愈合大半了 雪眠震惊于这具身体的恢复能力 对老虎的好体格又有了心理解 雪眠听到老虎叫了下 但入耳的却是道人声 我没事 放心吧 雪眠眼神呆呆地向声音来源看去 入眼的是一个老虎头 后腿抬起来搔了搔耳朵 雪眠觉得自己可能是太想家了 都幻听了 动物还能说人话 老虎看雪眠睁着水灵灵的蓝眼睛看自己 双眸微微一沉 小东西刚才的反应可有点奇怪 打算验证自己的想法 扒拉了雪眠一下沉着嗓音道 你能听得懂我说话 雪眠眼睛更大 老虎大哥真说话 老虎这下确定小东西 确实能听见自己说的话 继续问 你会说兽人语 雪眠下意识瞄了一声 是单纯的猫叫 很好 他不会 雪眠也在纳闷 啥是兽人语 老虎看小东西一脸不知所措就接着说 没关系 你能听懂我说话就行 剩下的事之后再说 先把为什么突然能听懂 兽人语这件事放一遍 老虎问了一直想问的事情 你叫什么名字 考虑到小东西不会说话 就让他在地上洗 雪眠随即在地上用爪子倒不半天 鬼话符般写出了雪眠两个大字 陆丽嘴里尼南 名字像兽形一样软绵绵的 雪眠还沉浸在老虎 居然认识汉字的震撼中 我是陆丽 雪眠点点头示意自己听见了 头上的老虎更加疑惑了 小东西会写字 却听不懂兽人语 种种表现实在不正常 难道是精神力不稳定的后遗症 你家在哪里 雪眠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居无定所 老虎瞬间神色阴沉 莫不是因为这点 就被家人抛弃了 两只猫都互相误会了 此时雪眠接受良好 她已经见过太多奇怪的事情 现在知道老虎会说话 就有点不自在 自己可是天天睡人家肚皮里 她又不是小孩子 虽然现在还算是一只小猫 不过总感觉怪怪的 身体正好这时发出警报 小猫现在想去上厕所 知道老虎会说话 上厕所也不好意思让人陪了 老虎看她要出去皱了下面 用爪子按住雪眠 你要干嘛 我陪你去 外面威胁 大哥 我想上厕所 猫有三脊 雪眠来不及解释 舔着脸冲老虎喵喵叫 老虎很快就知道 雪眠要干什么去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 孩子大了 上厕所也不用跟着保护了 快速小跑来到洞穴 远一点的草丛就开始吁吁 寒风阵阵好冷 风吹淡淡凉 解决完之后 然后小跑回洞穴里 小猫咪能听懂受人语 但一想到之前的自己 每天都靠在老虎身上睡觉 在他面前上厕所 他就非常害羞 从而有点疏于老虎 而老虎以为他是不喜欢自己 整个虎也有点奄奄 两只猫咪都在互相误会 晚上雪豹和北极狼 带着一声寒气回来 雪豹嘴里咬着一只大羚羊 北极狼则拖着两只 体型较小的野山羊 雪眠看着外出的两只 兴高采烈地想和他们打招呼 这般想着突破老虎的包围圈 也不管老虎在后面僵着一张脸 雪豹刚回来就受到了 小猫咪的热情接待 一种完成使命的自豪感 油然而生 他一定是被我捉到的大灵羊感动 雪豹忙把小猫咪拱到猎物面前 自己帮忙撕开一个大口子 示意他享受自己的成果 北极狼看着这边的相亲相爱 似有所敢朝老虎看去 则老虎的表情真吓人 一双虎毛死死盯着 得意洋洋的雪豹 一副顶级猎食者 看将死猎物的眼神 北极狼跟老虎打招呼过来吃饭 老虎也不理他 起身走向雪豹 雪豹感觉一股冷气息来 对危险的感知促使他抬头 然后就看见了来自陆立的死亡凝视 思考一秒钟 识相地后退把地方让给老虎 然后果断迈向北极狼的方向 当着对方的面 大摇大摆地叼走了一只野山羊 徒索歪歪头 似笑非笑地看着面不改色的雪豹 洋装淡定的雪豹 我什么都没看见 北极狼在看向那边温馨的大小猫咪 目光中充满了探究之意 他对着雪豹低声说 陆立和那小孩是什么关系 我可没听说他还有亲戚 雪豹刚要说话 突然想到自己得替陆立保守秘密 脸上表情变三遍 还是低着头吃饭不说话 北极狼好笑地看着装模作样的雪豹 凑到雪豹面前假装开玩笑 却又十分笃定地问 不会是他轻声的吧 傻乎乎的雪豹猛地一抬头 用智慧的眼神看着北极狼 你怎么知道小猫咪是陆立轻声的 雪豹震惊地大喊一声 爆炸性内容回荡在洞穴里 老虎和北极狼同时看向雪豹 前者向在看死人 后者则是被雪豹地突然自爆震住 原本在旁边不远处快乐干饭的雪豹 缓缓抬起脑袋看着那边打了个问候 谁是谁轻声的 雪豹立马反应过来 这头狡诈的狼居然炸的 还没来得及发作 就被老虎看得身上发毛 心虚地舔舔嘴巴无辜地看向老虎 最后还是粘巴巴地对老虎认错 哦 真是对不住大哥 他说漏嘴了 雪豹在旁边很快弄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整件事情就是雪豹误以为自己是老虎轻声的 还信得挺坚定 没想到他刚能听明白动物说话 就听到如此离谱地传言 老虎不耐烦地呵斥雪豹 不是 谁跟你说的 这下轮到雪豹猛了 那不是你的孩子 你这么护着干嘛 一张圆饼似的猫脸 透出清澈的愚蠢 旁边看戏的北极狼这时候也搞明白了 很显然 傻豹子又自以为是了 不过既不是轻声的 事情就有趣了 北极狼短短两天就看出来了老虎不同寻常的占有欲 轻声的还能解释 不是轻声的 难不成在养第一军团后背绳 一起吃饭互相舔毛 上厕所都跟着 晚上睡觉还要塞起来 这真的不是在养小媳妇吗 另一边雪豹还傻乎乎地问 那小猫咪是从哪里来的呀 老虎眼瞼一该 孤儿 一旁的曲棉没反驳 某种意义上他现在确实是孤儿 默默看戏的北极狼心里波涛汹涌 还是个孤儿 果然是这样 虽然不太赞同陆立老虎吃嫩草的行为 但碍于他也打不过对方 到底是没说什么 小插曲过去后大家继续吃饭 雪豹心不在焉地啃着山羊肉 旁边的北极狼刚想说话 就看见雪豹转身往陆立那边去 陆立 要不你把小猫咪给我 我当他干爹怎么样 我养他 语出惊人 北极狼被嘴里的肉呛了一下 老虎也没好哪里去 如刀般锋利的指尖 瞬间从爪子里冒出来 雪豹临走还颇为可惜的叹气 不让就不让吗 你生什么气 小气鬼 试完饭后的北极狼开始 和老虎汇报今天的见闻 我和尤金斯往右边走了一段路 附近没有碰上多少兽人 连冰金花也没看见 想来我们的位置比较偏 雪豹在一旁附和 附近有很多雪山 我觉得我们应该明天往山后找找看 毕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暴风雪 还是不要放弃这个住处的好 老虎沉思一下 好明天一起出去找 雪豹听见自己可以和大部队出去 眼睛都亮了起来 雪豹用脚挠挠头不解的问 那万一有别人发现这个洞穴怎么办 北极狼你太一眼 那就抢回来 被鄙视的雪豹很不满 和我这不是担心小猫咪动着吗 雪豹喵喵喵的上前蹭了下雪豹 被亲近的雪豹瞬间心花怒放 老虎面无表情身体不动如山 尾巴不着痕迹的把小猫团起来 北极狼注意到他的动作不吭声 心中已经百分百肯定了 可怜的小猫 还未成年就被盯上了 天气逐渐回暖 一天多没出去溜达雪眠闷得不行 直接拒绝了老虎要背他的好意 蹦蹦跳跳开心的四处秀文 丝毫没注意到身后老虎幽深的眼神 自从昨天老虎说了雪眠不会说话 但能听懂 而且大概率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的情况 三大只就默契地闭口不谈比赛和受人的事情 老虎当然有自己的小心思 知道他会说话 小东西就不怎么和自己亲近了 这要是知道他还是人不得跑 众人慢慢沿途寻找冰金花 继续走了一段路 前方飘过来一丝血腥气 三只猛兽带着雪眠悄无声息地靠近 正前方有精卫分明的凉火兽人在对峙 前面不远处的山坡上有几只吃草的野山羊 凉火组团的兽人足有四十个 一个个兽骨灵循 很显然他们都看上了这几只猎物 雪豹不理解 不就是几只山羊吗 哪里没有 一直在观察的北极狼眯了眯眼 他们都是跟我投放在不远的地方 本来想找我结盟的 不过我拒绝了 临走的时候我注意过 他们跟我走的方向不一样 那里的食物很少 我足足走了五天才看到你们 雪豹听了这番话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五天 雪豹用奇怪的眼神盯着北极狼 老虎眼中绿色一闪说出了大家疑惑的点 我们看见你是在被传送的第二天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刚进来不久 冰金花就已经被找到很多了 另外如果真是北极狼说的情况 星际兽人本就好斗 他们饿了这么多天 理所当然看到食物就眼红 北极狼正了下下意识开口 节目组不是说统一传送吗 许眠耳朵抖抖 节目组 好熟悉的名词 四人集体沉默 老虎联系这几天的反常情况 可雪豹对视一眼用陈叔的语气的 可能出了某种变故 雪豹突然发出一声惊叫 不对 那是不是冰金花 在野山阳不远处赫然有一片冰金花丛 数量不多 但也有二十几朵 看来这些聚集的兽人是想一件双雕 对质还在继续 有几个眼尖的兽人看向这边 许眠他们想藏也藏不了 只得主动靠近 在场的兽人几乎都认识这几个人物 还没等他们开口 在老虎的视意下北极狼率先说 我们只是路过 并不需要冰金花 兽人们闻眼只是警惕地看了看他们 确实没有想抢的意思也没多管 许眠闻到一股熟悉的血腥味 还没反应过来 双方瞬间扭打起来 顿时一阵鸡飞狗跳 老虎等人趁乱赶紧远离是非之地 突然一阵地动 许眠没站稳直接摔倒在原地 老虎回头发现小东西没跟上来 立刻就要回去 此时山顶传来一声巨响 众人被声音吸引纷纷看过去 没点人反应的时间 雪崩一瞬间发生 随后逃跑的逃跑 尖叫的尖叫 场面乱作一团 老虎瞳孔紧缩要冲过去找许眠 但是现场太乱山羊受惊 兽人奔走根本过不去 许眠看到了老虎 但奈何小小一只 保护自己不被踩 他已经很费劲 实在过不去 在混乱中看到一块石头 朝自己的方向过来 危急关头调整好姿势 在狂风暴雪中死死抓着石头 直接被大雪冲到山下 中途石头速度过快 许眠只好松开石头 顺着山坡被迫翻了好几个身 意识逐渐模糊